中午四卫面,羊喵,简百成的师弟来了,教官吐槽简同学的经典语录,说起今年年初的那段关于台湾飞行员训练视频,想必网友老铁们都历历在目吧,哈哈,咱们的同胞,简百成同志,由于表现实在过于捉急,气得教官大骂,吃到便去啦,我就这样把你逼了,堪称全程高囊。 不过,简百成最终还是毕业了,并获得了熟悉勋章,而关于其放弃飞行员,改行做心理医生的新闻是一个乌龙。 全校受嫌疑事上的简百成老哥,不得不收藏的还挺别致,就是开飞机菜的点。 现在想想的,简小哥开飞机被教官痛骂的视频,让咱们很多大陆同胞想起,老被驾校教练所支配的那段苦难岁月。 不过,如果你以为从此弯弯空军教官,就再也不会被启诈了的话,那你就太小瞧抬飞官了。 这部,简百成的学弟,罗采哲,不幸成为了教官新的教育对象,并同样被视频记录公开处刑。 简博成痴大便了,对比大陆飞行教官,首先是要强调的是,这位罗姓小哥,比起他的前辈,还是有那么点长性的,要知道一月份走红的简百成。 七出丑现场不过是飞行初始而已,这次的罗凯哲,通过了初始,却跌倒在了最终的复世。 是平一看头,不知道是否是面对从未见面的考官而感到紧张。 罗凯哲一开始变慌了阵脚,教官令其抬起双手,感受飞机是否平衡。 教官,飞机有向左边行的状态,什么问题啊? 报告,复义。 随后再斩钉截铁地回答考官,是否会操控复义的疑问,回用。 后,罗哥开始继续他的扫操作,直到考官的耐心被透支,眼看着飞机与编队左前方两下,游击越来越近。 都快要撞上之时,考官不得不命令其举手由自己操作。 顺便吐槽了一句,负义佩平了。 而这一骂,显然进一步加剧了罗凯哲的紧张情绪。 操纵飞机,要么飞太半,远离编队,要么太低,都可以看见游击寄附了。 而考官显然有些放弃了。 故事的好心提示,你要看长鸡,还要看二号鸡,对好你长鸡的上下一面,行吗? 不过,看到对方一面肯定回答行,另一面却似乎梦柔一般的操作。 考官很硬顶地嘲讽道,我听你在吹狗螺,我听你在吹牛皮。 接下来的过程,也基本跟咱们和教练练习路口一样。 前面有红绿灯,你没看见吗? 前方要拐弯叫头,你为什么不减速? 不得不说,此时此刻,罗凯哲同学紧张的心理状态,想必学过车的老铁们最能理解。 不过,开飞机不等同于开车,更何况这是最终考试之上,面对学员连修正航向,面对几号机这两个基本操作情况,都不知道的情况下。 教官怒斥,你继续胡说八道,你一路上胡说八道,要讲不讲的就是你这种人。 我早知道你不知道了,毫无疑问,罗凯哲同学最终迎来了最悲碎的命运,淘汰。 那你没资格及格了。 实际上,罗凯哲同学出丑的这段视频,同今年年初,减百成被骂的视频一样,都来自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出版的台湾精英战事。 凹气飞鹰,只不过,剑学长在第四级,而罗学帝在第七级而已。 突为海报封面,大气策录的纪录片海报,原本出于宣传目的,没想到达了自家招牌,恐怕是相关部门没有想到的吧。 不得不说,减百成和罗凯哲的奔桌表现,和这部纪录片的霸气名称,凸显出了一种反差萌,很难想象。 这两位并不适应飞行,抗压能力的年轻人,居然能进入飞行员选拔当中,尤其是罗凯哲,最终测试表现比自己学长还差,居然也能够通过出事,实在令人备以所思。 台政府对几军队的态度可以概括为,有事军人干,没事干军人。 但仔细想想当下台湾地区的政治现状,也的确可以理解。 采头上台以来,对军公交的打压,结合民间长期以来,对军人的歧视,使得愿意当兵,当飞行员的优秀青年少之又少。 近日,随着台湾军事官服役条例,修正案通过,齐军官从军校毕业后,不想继续服役的。 只要缴纳一定的违约金,就可提前离开军队。 目前已经有飞行员和军医官,询问赔偿数字,准备彻底跳出军队这个大坑。 感觉台军很瘦弱,据台湾公布的数字,自从今年实行募兵之后,台军人数已经跌破维持有效战斗力,至少需要17.5万兵员的底线。 目前台军总人数仅有17.3万。 随着两岸实力落差进一步加大,相信台湾同胞中就会意识到,只有统一,才能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,才能让台湾真正强大。 2018军尼德大行线下聚会军五家年华,将于9月22月在北京举行。 我们为你还原二战军营真实场景,并打造国内首场军事音乐节,活动详情及购票方式,请打开,搜索军五优选即可获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